第38题 根据本文所述 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带用汽油的优点 A 带用汽油比无牵汽油的抗震性好 在前面的文字叙述中 就叙述到了这类汽油的 比无牵汽油的抗震性好 所以呢选项A 这是它的优点没有错 选项B 带用汽油不易产生有毒的CO气体 文章里也提到了 说且较不易产生有毒的CO气体 所以呢我们的B选项 这也是我们的带用汽油的优点 选项C 需广大的土地去种植生殖能源作物 我们的前面叙述的确有提到了说 且需广大的土地去种植生源能源的作物 但的这个是批评 也就是说 这个是它的缺点 而并不是优点 所以呢选项C呢 并不是我们带用汽油的优点 选项株 带用汽油可直接使用于一般汽油引擎 文章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带用汽油可直接使用于一般的汽车引擎 所以这个呢也算是我们带用汽油的优点 选项株呢也是优点 所以只有选项C呢 并不是带用汽油的优点 第38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带用汽油的优点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需广大的土地去种植生殖能源的作物 我们的游车引擎 我们的游车引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